中国驻印远征军在缅北和滇西反攻中大败日军 击毙日军四点八百余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同时日本在中国正面战场上也陷入了被动 自委任王健中委中央特务委员会天津战行动队队长 相信你不会辜负所有人对你的期望 谢谢 沈总 来 小姐请勇 未来不好不许说 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 第一次见你亲自下车 那你跟我喝一杯我就告辞了 今天是我们认识的日子 那时候我们还在学校呢 我都忘了 你还记得 我清楚得记得 那又怎么样呢 你照样在得到我之后处处留情 所以说这技工不好做呀 酒肉穿肠过 佛足在心中留 男人在外面逢场作戏 但他心里边永远只有一个女人 我心里边就只有你 真的 怎么证明呢 好日子快来了 我相信以后的每一天 每一分钟 每一秒钟 都是属于我们俩的 我有的是时间可以证明 我相信到时候你会看清我的 有时候我真的希望在我面前的你 别这么模糊 清晰一点 即便你是一个乡野村夫 我们也会过得很开心 谢霖 我们走吧 会有那么一天呢 哪一天 我听得太多了 小时候看戏文里的杜师娘跟着李甲 我还挺为她高兴 我听得太多了 小时候看戏文里的杜师娘跟着李甲 没想到最后李甲还是把它给卖了 你的牛排太硬了 我叫不乱 奥田先生 课 沈先生 这是新一集的好茶 品尝一下吧 吴殿先生 你要的宫北巡捕房的那个昙花的资料 我给你找到了 我放这儿了 告辞 这一季的新茶不喝吗 吴殿先生 您不但在调查我 而且还让家腾少佐亲自到南京去调查我的资料 我明白 现在战事吃紧 您很紧张 可是这样对一个一直以来的老朋友 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吧 如果真的是朋友 那又怕什么呢 请坐 看来这一次沈先生真的是升级了 沈子 你的档案包括在武汉时期和汪主席工作的档案 我都看过了 我承认我多虑了 不过 这种事情不会有下一次了 就让我们一茶袋酒喝了这一杯 就算我向你赔罪了 我只是觉得有点悲哀呀 你说可笑不可笑 我在帮你查你的两个朋友 你却在背后调查我 查这个老台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苦之力呀 雨公说我是为了帝国 雨思说我是为了你这个朋友的嘱托呀 谢谢 谢谢 这个谭华 山东早庄人 一九三四年是到了广州西关睡警分队 一九三六年才来到天津的寻补房 认识到现在 我查了户籍资料 一九三二年他刚到广州 好像得了一场大病 是脑血栓或者中风什么的 在教会医院待了有半年多 中风啊 就这些 是啊 好像这个谭华没有什么特别的 没有亲戚没有朋友 每天待在寻补房 值班室里的时间 比在家里的时间还多 查来查去 没看出任何破绽 沈先生 你想过没有 一个得了助风的人 还天天喝着 是自己病情加重的中早药 喝腺草 这难道不是问题吗 我请你找过我这个朋友 他一九二六年 回到中国以后 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同学的友情佳人而知 我很遗憾 一九三一年 他辞去了中同的职务 回到了老家虚州 妙不依心啊 师长 这个虚州和枣庄 是不是离得很近啊 你是说 这个谭华很有可能就是 你说的范江海 可是 如果他就是范江海的话 你另外一个老同学 韩树森就肯定会知道 再说就从外观上比对 这两个人很难联系到一起啊 是 如果他自己是故意让自己变成这样呢 你是说益龙术啊 这是有可能的 虎天先生你这也未免 有点太异响天开了 不 有人会这样的 战国时期的孽将 为了刺杀宰相 侠泪 皮面绝眼 自图出场 就是用刀 刺坏自己的面容 挖出眼睛 刨开肚皮 留住肠子 还有春秋时期的豫让 为了刺杀照相子 其身为力 吞探为啞 是其心不可知 他把气涂在了身上 让肌肤肿烂 吞下木炭是丧音变哑 总之他的外形和容貌 完全不可知了 就连他的妻子 都已经认不出他来了 这在中国的古代 这种人是很多的 司马迁的实际 没想到吴田先生也这么了解 这都是当年在图书馆留下的财富 看我们这一行的 不管是什么事情 不管是什么情况 都不能把它忽略掉 嗯 朋友 有可能是敌人 敌人有可能伪装成朋友 也许是为了理想 也许是为了 现年 在我看来 这种人 不管是在历史上 还是现在 都是永远存在的 陈总 你想到了什么吗 啊 我是在想啊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您那个老同学 可真是个传奇人物啊 有可能 他是中同的元老 他这个人 为了理想 是什么都可以做出来的 可是 他做易容术 他是为了什么 因为你们 我们 你们这些 从国民党体系过来的人 对中统 军统 太熟悉了 只有这样 才能让你们 彻底将他遗忘 但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这个人可就太可怕了 张队长 被杀了 刺杀的手法 和那个神秘的杀手 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谈不透 更值得怀疑 那 那不如我们就先把他抓回来 不不不 他能这样做 一定是做好了一切准备 就是抓了他 还不等于多了一具尸体嘛 这些年 我们获得的 服用氢化价的尸体还少吗 我们需要 获取其实整个间列网络 老鼠不止一只 是一窝 沈总 请暗中 调查这个谈不透吗 好的 我会定期向你报告的 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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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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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底是什么人 行了 你自己多注意点吧 要不然你这电话 休不了几天了 我这一切可不仅仅是为了你 你父亲到底是怎么死的 这我还真不知道 但我想多少 跟那个寻补皇 应该有点关系 你要是想再多休几天电话的话 就离那个寻补皇的远点 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回来了 怎么这么晚啊 你吃了吗 吃过了 怎么了 没事 有点累 我就睡了 我会等我 睡觉吧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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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不行 我得出去一趟 怎么了 没事 我去找个人 找谁呀 你别怪了 是不是找那个周先生 你现在去这能找到他吗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被人给盯上了 谁 很多事情我现在没有搞清楚 等我搞清楚我再告诉你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行了 不管你相不相信我 只要你一天把我当成你的女人 你就还是我的男人 这么晚了出去太危险了 睡吧 来 睡吧 文化 主任您有什么吩咐 帮我叫一下王建中队长 是的 沈主任 你找我 沈主任 武田弘一怀疑 宫北巡捕房的那个老谭有问题 你帮我定一下 有问题随时告诉我 好 这是武田弘一特别嘱咐的 你明白我意思 沈西林提醒王建忠 是要让那个老谭知道 他的处境危险 沈西林在想 是这些人帮了自己 自己也不能看着他们 落在日本人手里 但是每天对付日本人 身边还潜伏着国民党特务 沈西林感觉自己的处境 越来越复杂 也越来越危险了 随着 臭小子你找死啊 对不起 你是韩子生吗 我是你是 那我把这个交给你 谢谢啊 爸 妈 别接了 说吧 找我有什么事 五天红衣的确已经怀疑你了 并对你的档案来历进行了调查 今天沈主任还对你 通知我 让我对你进行监视 你要当心 是沈西林故意跟你说的这些 有可能 我觉得 他可能 已经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不过我想 他应该没有什么恶意的 我母亲他好吗 放心 老人家 还等着你回去帮他洗脚呢 身体硬朗得很 身后肺也没端过 谢谢 那麻烦你们了 我先走了 进去吧 进去吧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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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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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给您添添水 不用了 我不看了 那么先生要走啊 嗯 后会出了不等会儿干的 跟我走 周先生 沈锡林来找的我 他说孙文君的走 都是他科研埋的 这个情况我倒知道了 什 什么意思啊 沈锡林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是底还是油啊 沈锡林的事 你跟别的人说过吗 没有 没有 沈锡林身份特殊 他的情况要绝对保密 他是自己人 该你知道的时候 你自然会知道 他跟我说 我父亲的死 我父亲的死 不是日本人干的 也不是特务杀的 沈锡林这么说的 哦 我总觉得他在提醒我一些什么事情 跟我父亲的死有关 他 他 他总是在暗示着我 让我离老谭远一点 老谭这个人 我们一直在暗中观察 他的所作所为 一直是在抗日 所以我们才跟他保持着某种程度上的默契 如果他做出了破坏抗战的行为 那我们就要采取措施 既然沈锡林也这么说 看来是该让你离开天津的时候了 为什么 情况越来越复杂 日本人对我们的搜索也越来越严密 再加上国民党的人心怀鬼胎 你在这个位置太危险了 可 可是我要是走了的话 默契平怎么办 那组织上会的安排 不能让你太冒险 周先生 我觉得老谭现在非常的信任我 你 怎么肯定 他把他们的行动都告诉了我 清雾公关有个特务 已经被他们发展为了限了 那个人叫做默契忠 是这样 中堂的动作这么大 所以周先生 我现在不能够离开 就算我们跟他们不合作了 但是万一我离开了 就会引起老咱的注意 他们做什么 我们就更难知道了 周先生 周先生 就让我留下吧 好啊 你暂时留下 但要记住 暂停一切行动 要注意安全 好 都别动 都给我别动 你们当中有共产党给我送 先别说了 赶紧撤 记住 这几天不要来找我 有需要的事我过去找你 跟我走 好 把整体发出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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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多点 快点 想着自己的处境 武田红衣已经怀疑到自己了 这个家伙肯定会追查到底 想要安全的唯一办法 就是在武田动手之前离开天津 自己走了 子生怎么办 也许这会让武田怀疑到子生的头上 在子生的身上 他花了太多的心思 难道让他被日本人抓去吗 这些问题在老坛的心里打着转 难道自己真的是无奇可下了吗 阿尔 阿尔 闻嘴 好嘞 来啦 您的馄饨请慢用 是时候完成您没完成的事儿了 老师的意思是 干掉五条红衣 现在 而且要快 派特别的人来 这事蓝星一个人不行 而且必须一记记住 否则我们就会报 您放心 我会找最可靠的人 准备好之后多么消息 若我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趁机将沈锡林也注定了 以前留着她是为了搞情报 现在日本失败已成定局 沈锡林极有可能就是共产党 将来是极大的隐患了 不管她是什么人 现在应该一直对付日本人 老师 老师 您错了 日本人一走 共产党 必然会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 这样的人不尽早除掉 留下肯定是一患无穷啊 这也是上风的意思 我们赌不及 宁可错杀 不能放过一个人 你给我记住 我说过天津的事 我说了算 我说过来 你走 我看你 我看你 你会被人用的事 你会被人家 你会被这个人家 你不是让我调查吴田鸿一的行踪吗 我查到了 明天晚上八点 吴田鸿一会代表猪吞军 邀请天津商界那些老板们 一起吃饭 地点在大光明饭店 这恐怕是吴田鸿一旌旗 唯一一次跑到楼莲的机会了 几个日没同 安保工作是由日本咸兵队 和我们青木公馆一起负责的 到时候我和沈锡林都会到场 这帮小日本可真有意思 连续打了几场败仗 居然还有心思请客吃饭 很简单 小日本的这场战争快打不下去了 搜刮中国人的钱在为止 孙明一家被抄不就是这个例吗 这帮王八蛋都黑了心了 嗯 听着 明天我们的人要行动 行动 大光明饭店那是日族节 就因为是日族节 他们根本想不到我们敢在日族节动手 你是我们的那一人 你要尽量保护好 我们的一位女杀手 她很年轻 我不希望她有什么危险 我也要参加吗 你现在已经是 特务行动队的队长了 你不想让你念埋的老母亲知道 你是一个真正抗日的中国人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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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包香烟 睡觉 睡觉 谁 是我 谁 来 子澄 他去上一班了 还没回来 怎么 有信任我 五天红衣 什么事啊 明天晚上八点 五天红衣在大光明饭店 宴庆天津商务节的认识 这次你不能单独行动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我给你拍了几个助手 而且在对方的阵影里 也有我们的内影 到时候剪辑行事 你们相互呼应 记住 五天红衣 离开大光明饭店 是最好的时机 知悉成功不许失败 明天下午三点 派给您的几个德里助手 在正眼互动三十二号 与您回合 这些年辛苦你了 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 没什么辛苦的 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 能夺活几年 或赚几年 若这次成功了 那是我父母在天之灵的庇护 我这条命还给你 若失败了 也当做 会把这条命还给你 再如和他们团聚 也不坏了 我没看错人 明天我等你消息 太爷 还有一件事 我想请求你 还是为自生的事 无论如何 都不要伤害自身 管好你自己的祸 其他的我自己安排 可是 我祝福你 明天能够活着回来 再跟我说别的 再想 暗紧 暗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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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嗯 子盛 你喜欢现在的日子吗 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 一直就这样过下去 我可以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你身边 就让他们陪着你 虽然碎了 但是父祖会联系我们的不是吗 你会永远平安 永远平安下去 嗯 嗯 嗯 我把你的外套都补好了 我看你这外套都破了 那天我给你缝了一下 这么冷的天露个大空 别着凉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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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碎了 你还放我口袋在干嘛 碎了那也是福啊 你在外头我不放心你 戴上它我心里踏实 好 我哪一次不是平安回来的 让你拿着就拿着 该去上班了 那我先弄了 就知道了 我安裂上班了 那我能帮你 我再给你 好 大小小小小小 roc闻 你 给女神 好 到时候 你们两个负责从右边一样 你负责从左边一样 你 负责从中间击别目标 我跟小长四级行动 那二号目标是负责 不是只剩一个人吗 还有个目标是谁 不知道规矩吗 各自有各自的行动 每个人只要负责好自己的那一部分 不该问他 别问 都清楚了吗 明白 明白 好 散了 我就准备吧 睡觉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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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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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是不回来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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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目前是帝国关键的时刻 你们是商界的精英 我需要你们的资助 大东亚共荣是在帝国的领导之下的 一项伟大的事业 也是整个亚洲的事业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 来支持这个伟大的事业 是啊 这个事 这个事 当然 您们有自己的想法 这个我理解 我和商界的朋友 一向是相处得很融洽 当然也有不愉快的时候 比方说 你们前任商会会长孙明远的孩子 做了有损帝国利益的事情 我处罚了他们全家 要知道 出罚自己的朋友是很难过的 希望大家都想清楚 这种事情 不能在你们的儿女身上再发生 我给你们一段时间 你们好好考虑考虑 今天我请大家吃饭 饭后 能够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还有事 失陪了 使务 我让你一顿 一顿 要事 需要 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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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bil 沈准 怎么了 没什么 看你紧张兮兮的 先查明 沈锡林档案被修改 原始档案已经找到 但其中两页缺失 内容不详 看到这封电文 武田红一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自己已经彻底相信沈锡林了 可明显地 他绝对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能够等我 是 否则他的档案 不会是现在这个情况 沈锡林一定有问题 难道他就是自己 一直在找的人吗 武田红一明白 不管怎么样 他不能再放过他 他不能再放过他 沈锡林 要不 我先把车开 去吧 沈总 请坐 我来到了中国 很荣幸 遇见了你这样的朋友 你不但生意做得好 而且 保密工作也非常出色 还有那么多的朋友 还有那么多的朋友 你真是一个 难得的优秀人才 武田兄您过奖了 如果 像你这样的人才 突然变成了我的敌人的话 那可太可怕了 文医生您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 想象力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真相 真相 刚才我接到了一幅秘典 请你猜一猜 里边是什么内容吗 有可能 有可能 是我一直想要找的 真相 那是有关什么的真相啊 有关你 为后的故事 我可没有优秀想象力 我可没有优秀想象力这么丰富啊 不过这隔着信封看的内容 好像也一直是我们的工作啊 我想最关键的实在于 这里边是不是真的真相啊 是啊 所以我现在很兴奋 也很矛盾 是 我害怕我得到了这份秘电 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朋友 可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我认为该得到的 他总会得到 该失去的 他也总会失去 是吧 是吧 明天吧 明天 我们俩 谈一谈 是吧 关于真相 走吧 旁边这个人 真是个非常厉害的对手 也许 在天津 隐藏最深的叶术就是他 他居然在我身边待了这么久 真是可怕 是吧 香喷喷的馒头 太快了 馒头嘞 香喷喷的馒头 好 谢谢 馒头嘞 香喷喷的馒头嘞 我先老管 是 沈总 今天晚上你 不会突然消失吧 不过也没有关系 莫彦平小姐 还在喜乐时 不要忘了 我们明天的约定 大学了 怎么回事 没长眼睛你 师傅 去洋行路 很近的 很快就回来了 走开 阿姨 HAVE 後付 military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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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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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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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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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你回来了 你没事吧 你去执行任务了 我给你灯水 我给你烧点啊 我给你烧点啊 你烧点啊 我给你烧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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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烧点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知道 你都是为了我 这次任务 你都没有打算活上了对吗 我 你 你 我吃不起碗了 还没给你做早饭呢 没事 没事 我自己出去买点吃的就行 那怎么行 早饭得吃好了 行了 听我的 我怕你饿着 我还怕你累着呢 女人啊 应该多休息 行了 走了 行了 我先走了 走了 妈 你早点回来 你现在吃点饭啊 好 快 快 走 快 走 快 快走 快 上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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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昨天那状况真叫一个惨 一个卖堂葫芦的 活活被枪枣打上了马蜂 没人行了的 可不是吗 听说昨天被干掉的是日本一大会儿 这也能让小日本知道咱的厉害 让他们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 对 你们说谁呢 哟 你没看报纸啊 今儿的报纸 谁死了 武田红一 日本情报处逐机关的武田大总 被打死了 就是不知道哪路英雄好汉做的 真给咱天津人争气 可不 啊 这是这些江坊师傅的不服 哎 我说这几年早安到什么呢 能把命给保住就不错了 这海河一天要喝多少十几啊 太叔 干嘛让蓝英雄冒这样的钱 这是我们的人物 跟你们没关系 可她是一个女人 她是我的女人 你要来一次次冒账了些 你不觉得你很残忍吗 你真想让咱们都暴露出去吗 你想知道蓝英为什么执行这次任务 那我告诉你 对付日本人和汉奸需要杀手 蓝英一直就是杀手 可是她还那么年轻 她的年纪都可以做你的女儿 你 你的良心呢 日本人会跟你讲良心吗 这是战争的孩子 蓝英不是好好回来了 回去吧 好好照顾她 完了叫我医生我来拔针 好 完了叫我医生我来拔针 好 莫小姐 先生一直没有醒过来 辛苦了 莫小姐 如果先生醒过来 请第一时间通缉我 事发现场 先生是第一目击者 有些情况我需要向他了解 我知道了 大眼子 didn't start too long 他其实不 Respons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 你就知道莫名其妙的出现 把我生活全部打碎 让我那么恨你 现在要让我离开你 你现在就这样躺在这儿 感觉好像所有的事情跟你都没关系 可是我那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快醒过来吧 快点醒来 就算你醒来你告诉我 你如果所有的话都是骗我的 你不要我了 你不要我了 抛弃我了都行 我只要你醒来 尽口告诉我 吴火 负责 太 Temp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醒啦 好 职 antim 莫小姐 虽然病人已经醒了 但是身体还很虚弱 尽量不要跟她讲过长时间的话 让她多休息一下 知道 走吧